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Aurora的视频 在这里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名称为GTC505 Engine Ignition Analyzer 而这个产品的功能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测试到 汽车引擎的点火系统,看哪里出现问题 一般上点火系统会出现的问题就是 Engine stop不着,miss fire,Engine抖,pick up的时候会抖 或者是Primary coin,Secondary coin的问题,还有Spark part的问题等等 一般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仪器的话 我们会利用这个传统的方式去测试这个miss fire的问题哦 那就是把每一个coin的那个插头,一个一个coin的插头去bar掉 然后再看哪一个coin是有问题,然后再把那个coin跟其他的coin交换 交换了过后,啊就可以确认哪一个coin的问题 或者是再把他的spark part交换,来确认到底是coin还是spark part的问题 而这种传统的方式呢,如果我们再遇到V6的引擎 那时候就啊,让workshop花费到很多时间来,靠这种传统的方法来测试 因为一般上V6的引擎啊,都需要把indic manifold拆掉 才可以把他里面的coin交换,或者是把里面的spark part交换 当他交换了过后,他也要把那个indic manifold装回去 然后再start,再一个个插头去bar 才可以确认,看是哪一个coin,或者是哪一个spark part的问题 所以尤其是遇到这种引擎啊,里云娜,阿梅娜的引擎啊 啊,一般上他都是需要拆indic manifold 才可以把里面的coin来交换,或者是交换他的spark part 所以如果车场遇到这些引擎来讲呢 所以车场会觉得不耐烦,因为他要花费很多时间,会浪费他很多时间 如果是车场遇到很多车的话啊 比如说那一天他有借了很多车来坐,他不得空 如果是他跟顾客讲啊,对不起,今天我们没有空 明天或者是后天,还是下次才到回来,我们会帮你检查 啊,你认为那个顾客还会回来,跟你检查嘛 啊,不用担心,如果有了这个GTC505 coin tester 他可以帮你省时间,怎样省时间呢 所以等下我会给大家看一看,怎样去省时间 而且又可以测试到点火系统哪里出现问题 全靠这个GTC505 engine ignition analyzer ok,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车已经是在misfire了,然后我start着车 engine已经start着了,但是这engine灯是没有亮的 现在车已经在抖着 所以,利用这家仪器啊,我们可以直刀 打一个coil出现问题,或者是哪一个spark plug出现问题 ok,首先我们开机 下一个我们要选cross loop 因为这个是DOTA wheels engine,一个coil打一个plug 所以要选cross loop 一般上我会先用voltage来测量 一般上我会先用voltage来测量 然后view的这一方面我们要选 一般上我会建议用chart population是拿来每一个块拿来对比哦 然后DGTC50是数码,数码只是看当时的那个数据哦 他之前跳过多少我们看不到啊,他没有那个requad 所以一般上我们会选chart比较好用 然后waveform是只是看他的那个操作的信号而已 然后每一次点火的那个信号,有还是没有 然后一般上我们都会选chart 先clear掉,这是刚才我们已经测试过的 把它放在第一个块 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块的信号 再把sensor打上来 把sensor打上来 把它就掉了,没有信号 再放在第三个块 又有信号的 然后再拿上来 再放第四个块 设计四个块的信号 OK,这是第一个 OK,这是第一个块的信号 第二个块的信号 第三个块的信号 转积四个块的信号 OK,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分别出来 第二个第三个块的信号 看起来是正常 它的电压大概是在25000kW左右 而第一个块的那个电压 它很不平均 它可以上到100,可以电到大概 大概是几百 所以是它的电压是不稳定 所以简单来讲 第一个块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是 如果是misspire的情况 我们可能 可能就是coil的问题 可能是spark plug的问题 我们怎样靠这个信号 来知道是spark plug的问题 还是coil的问题 OK,一般上 如果我们看voltage 看voltage来讲 跟其它的那个 coil的voltage 不一致 一般上就是coil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 转去burn time 我们可以看到burn time for第一个 swap plug的 第二第三第四 所以第二第三第四 都是正常的情况 都是在一点多 大概是一点多的 那个ms左右 正常来讲 一般上 汽油的引擎 它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所得到的 那burn time 大概都是在一点多ms 所以第一个coil的 那个burn time 是不正常 所以burn time 不正常 也有可能是coil影响到的 所以我们也是两方面要看 如果coil的电压 它很不平均 那么就是coil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 第一个coil 把它换掉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仪器来 再测试它的结果 现在我们把coil换掉 测试有问题的coil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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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可以再测试多一次 就是 这是刚刚我们测量 就讲还没有换coil之前测量到的 那个数据哦 OK 前面这里的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coil的数据 这是第二个coil的数据 还有第三个coil的数据 还有第四个coil的数据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二三四的coil是很正常 第一个coil很不正常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coil换掉了 好 我们再开始测试多一次 OK 我们按掉那个hold 再把那个 既有的数据 Clear掉它 再重新测量过 让我们开始测试 OK 已经开始了 好 好 怕油也顺了 OK 现在已经 凉零了 我们再把sensor放回 第一个coil的数据 现在这是第一个coil的数据 OK 拿上来 再放第二个coil 这是第二个coil的数据 都很明显 第一个coil的数据 等之前 差很远 再放第三个coil 第一个coil 第一个coil 第二个coil 第二个coil 第三个coil 然后 再放 第四个coil 不而三 第四个coil 然后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跳很高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理它 因为我们这个是静电的干扰 所以就不需要去理它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二三四个coil 它的那个电压是 处于比较平均 第一个coil 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它是在正常的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转这个mode 转去 转去 bit time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stot plug 它个打火的时间 大概也是在 1.4 min seconds 所以很平均很正常 所以这个就是 Engine Initial Analyzer GTC505 如果要知道更多详情 请联络我们Arola 038062310 谢谢大家观察